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这些来宾是有在台湾有在美国或在哪边吗 我可以了解听者的背景吗 我是在美国 OK 正念员博士 其他的人呢 大概可以打开麦克风 或者是说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来听的目的 不过我现在就直接开始好了 就是为了时间上 因为本来我是以为昨天 因为你们寄给我的时间 看起来是昨天的 就这个时间 所以我昨天是没有排事情 但是我等一下其实是 所以我的时间上我可能就不会 那个那么的那么的久 那就有机会我可以再分享 OK 本身我是目前在高中当老师 正大附中 然后 也在正大的教育系算语中心有兼证助理教授 那上的课就是算语教来教法 那 成为各位看到我的算简历嘛 就是我在 双语端 其实就是蛮多跟许多机构有合作 那原因很简单是回到我的 我的早期的背景 我本身是念师大的 我念体育系 可是我其实英文就很喜欢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有考 那个英文保送考 然后大学念师大 我觉得要有专场 第二专场 所以我就特别去修英文 用考的 那是要用考的 我现在都不用考 现在申请好像就可以 所以我就毕业后就拿到教师证嘛 就是国内应该蛮少体育本科 然后又有英文教育证了 那如果 英文上对我来讲 其实我 帮助我很大 所以我可能等一下的分享也会有 我希望蛮中心的去观察 去评论国内的双语的 状态 但是我自己还是有一些 所谓的想法或的意想 这是因为跟 我的学习经验有关 因为我其实在学习英文的时候 我这样坦白 我觉得英文老师对我影响不大 我们都是靠自学的 那其实自学讲到重点就是说 我其实 就是现在教育部一直在谈的素养 素养导向 我其实学英文不是为了考试 所以我在英文的运用上在中学 我就是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就实践它了 so this is how I do it 我去学校的时候 我基本上我就会 请同学 试着我们来英文的互动 那当然那个时代 因为我现在46岁嘛 你想到十几岁的时候 那个年代其实 大学年考难考 那时候还是 不容易考 但是就是说 大家考试准备都来不及了 你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还要像我们这种就是 要讲英文啊 然后听英文音乐 然后查英文单字等等 可是其实那时候这样的学期 今天对考试是反而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也会影响到 我目前对今天的主题 双语政策的一些 比较直观式的看法 那总之 我后来是教育部公费 考上那个 就是有讲义经嘛 对不对 然后后来就选那个 澳洲昆士兰大学的人类 那个Human Movement Studies 作为我去读 博士的科系跟地区学校 那那个时候我做的研究是偏 因为我本身是公费留考的项目 我考到讲义经是 那个Boss Coaching and Training 运动训练跟教练学 它是比较偏自然科学导向的 一般在台湾的典范是这样子 但是我后来到澳洲跟着老师 他们是比较走 有点像运动心理学 运动教育学 运动社会学 这种有点 interdisciplinary的这种 area 所以因此我的博士论文 是比较走直性研究 那题目我是研究 那个当地的 等于是一个奥运代表队的组织 关键字叫做工作场域学习 Wallplace Learning 那Wallplace Learning 这是我用的一个场域 一个area 那在里面我就去研究 里面的专业人才 怎么去持续专业发展 所以我那时候找的 这个奥运代表队 其实是奥运的 他们的奥运跳水队 那如果说你去看 澳洲在2000里以后 他们可以陆续拿到 跳水的金牌 那 当然如果你对运动 有一定理解 你知道跳水通常是 中国在制霸 那为什么澳洲 可以在2000开始 就陆续拿到 潜上名声的金牌 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聘了外籍的教练 特别是 那个来自中国的 精英教练 所以那时候我的研究议题 是研究这些人 怎么去跨文化的 一起学习发展 那当然关注的教练 主要还是在教练本身 比方说他的专业技能 怎么获得的 那当然跟他早期的经验有关 运动员经验 或者是他 可能在哪边有指教过 但有一个 子议题 很重要是关于 他们的跨文化沟通 也就是说 他们的语言 因为澳洲的要求 跟台湾不一样 他的外籍的人员 那边去 当然就是要用他的 official language 不像台湾我们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像魔兽 豪尔来台湾很红 可是我们依然就 帮他派 所以这是国情上的差异 但是澳洲就是要求 无论你是去那边工作 因为你是厨师 你是专业的人员 你都必须用他们的 官方语言去沟通 所以这对外籍教练 就是一个挑战 特别是非英文系国家 所以我有一个议题 也是问他们说 那你们怎么学 语言英文的 那当然这里面的话 就变成说融合我之前 我本身的师大的训练 个人长期英文的兴趣 还有我研究上面的训练 所以我就变成 我对算语政策 就有这方面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其实 在2030算语国家 或2030算语政策 在2017年开始之前 启动之前 我本身教书已经教了 可能15年以上 我大概在2000年底 就是等于是 读书研究所打工 或者是趁之后来当诗义老师 代表是真诚老师的时候 我其实就有在所谓的 试图全英文或双语的体育教学 所以因此我这方面又有15经验 也因为有这样的状态之下 我就变成对这个政策来讲 就跟国内的很多 很多一线工作者 教学工作者 或者是 有一些在政策面去批判的人 我是完全就 我是没有问题的 正在理论端 不然我可能在 在Bilingual Theory 相关的framework 我其实也 也刚好有英文的那个背景的训练 所以我很快的就 不只从经验主义 经验事物学习 去理解双语 那我自己本身也会 在科研的部分会有一定的洞悉了解 所以因此 当然在我的本科专业之外 我其实双语教育部分 是我目前蛮主要的一个 一个兴趣 也是我自认是很明确的专业 大概是以上的这个 但另外有一个情况 我这边要讲就是说 其实我 除了去澳洲念书之外 我其实研究所前期有去伯克莱 Berkeley 所以那时候的冲击也对我不小 因为 因为我在去美国之前 我在台湾 学的英文 虽然说是非典型 也是要应用 可是你 还是会发现到你去那边的落差 就是说 比方说他们的Everyday English 还是跟我们的这个training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会让我去对双语政策的想像 或是认为实际上才会怎么做 会有一些更多的观点来看 包括我去欧洲去旅行的时候也是啊 我那时候代表国家去IOA嘛 希腊开那个 他们的国际奥林匹克青年研讨会嘛 那我也有留意到就是说 Official language is English 或者是 对我记得那时候大家都用 用官方语言 帮我昨天参加一个一个东 东北亚的 我们是台湾日本跟韩国的 等于运动教育背景的学者 大家聚在一起 大家还是用英文 但你会发现像我昨天是当那个 日本跟韩国oral poster的moderator 我是等于组织他们 他们的英文口音真的很重 所以你会想到很多 你会遭遇到 然后我自己本身就一直遭遇到这种问题 然后当然对 送与政策这个大致下面的细节 我就蛮有蛮有感觉的 那当然我也有solution 所以今天我大家的分享 可能是要针对几个 主要的议题讲一下 然后科研目前做到什么程度 然后看大家有什么 有什么互动 所以这张图就是说明了我 我学语言 不是这个Pubfission吗 黑色追击凌 我就是从实际的生活来用语言的 大概是这个情况 其实刚才前面讲这么多 思想上 如果你们有兴趣 你去google我的名字 你会发现我有很多 双语端的看法 评论 而且有诗作的东西 当然除了双语之外 我也有很多其他东西 所以 有兴趣的google我 你就会发现 我在很多层次都 都有一些 作品 评论等等 科研的成果 好像在独立评论嘛 天下杂志 我大概至少有五篇妹 五篇从现象端去谈 谈这个双语教育的可语 能语不能 特别在学科老师的问题 另外其实双语国家会遇到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就是说双语他本身 对Policymaker上面 更上面那个 叫做 Maybe our Chiefing Command 也就是我们的领导阶层 他看双语 他不是像我们学术端或教育端看的那个 我们以为会增加国家竞争力 他可能想的是 更政治性 更政治战略性 所以我有一篇也是谈到说 双语国家 那在语言选择上是否能 就是走出自己的路 不过后面我几篇还是在谈说 回到最务实的就是说 OK 如果有哪些技术层次被解决 那比方说你考课 因为大家都知道国际速术的字 大家都经过那个阶段 他都是众文出题 那如果今天你要玩双语国家或双语政策 如果你 试题 你真的用中文试题 双语试题 全英文试题 如果国家教育部真的要这样做 光这个最大的问题 这其实是一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是考试尼条教学的国家 或者是这是一个想象的一个地区 那如果真的教育部讲错 我个人看法 我个人看法 双语应该会走的更像那么一回事 而不是说现在 但现在都是普遍找所谓的非考课老师 科目 体育美术啊 音乐这种先来做 变成 明明他前面的课还在上中文的数学 这个微积分啊 生物学 立线体啊等等 那就到了体育课 突然学生就要变白灵过模的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不过你从很多部分来看就是 到底台湾 这个双语其实 它有一个 这张图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其实这个会变成说 台湾为什么目前为止 会有很大的讨论 它基本上就三种 三种的看法第一种是 乱七八糟 就是说 呃 以老师端来讲很明确 因为双语很明显学校就要推嘛 像台北市啊 它好像在过一两年 它就要宣布百分之一百 国中以下 全面双语 事实上他们也 目前也确实是在往这个方向 那各籍学校全台湾 其实也一直在朝这个双语 计划执行 双语教学 或者是双语班 包含高教端的EMI 所以各位如果您刚好是在 美国正在攻读学位 其实在2013年之前 你是相对持强的 因为你本身 人家相信你有办法EMI嘛 就是可以全英文授课 不过我们这些人是同文成的 可是更多的老师是 educate and learn acquire their teaching experience locally in Taiwan 所以他们那些双语政策是 能力上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就是我讲的 三种 一种 普遍就是在职老师 会说这个政策 在开玩笑 反对的 第二种就是像我们这种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想到它的好处 你因为英文好 得到很多好处的这些人 或者是 你有看到它的机会 就是说 英文确实可以带我们 最起码我们可以 很快的去 推药自己 或是学到国外的东西 就是我们觉得好 所以yes 到中间不置可否 他搞不懂 他就像浮屏会飘来飘去 对这种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 所有政策都一样 他就是 跟投票 我们上礼拜刚投完的 就是yes I vote for you 或是no 或是投票票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接下来可能 可能就先讲一下这个 第一个问题 到底双语国家 是在干什么 双语政策这个 它不是跟 它不是2017年吧 它是在2000年阿扁 台南邦那边的智库 你去爬梳那个 台湾的英文政策 除了我们传统理解的 英文教学之外 对台湾的英文教学 我是觉得还算成功 应该说 所谓成功是说 我们 我们的英文 至少比日本 韩国 至少比日本好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可能是因为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还是说 台湾人 看很多HBO 日本人应该有看 但就是说 但因为 这个是学英文课的英文 当然现在你要全面吸引的 到很多科目 像连产业端 台湾有些银行 他们现在在办双语示范区 那其他问题是 那我们到底有什么双语 那双语课是不是在上英文课 那考课老师说 我中文都教不好 那进度怎么办 那要做双语的老师 有的是菜鸟 有的是像我们这种 我想的就是说 Where is the beef 有没有可以变现的地方 这个都是一个很有趣的 所以这个问题 每个人就像前面这个 就每个人都有答案 不同的答案 但是回到一个 工具性的价值的层次 答案可能就是这个 就是为了拿来做一个武器 它是一个工具 它是一个沟通的利器 它是一个我们国发会交易部 等等宣称的 可以让我们台湾迈向世界 特别是英文系世界 因为他们目前还是在世界上领先的 无论在工艺技术 或者是很多制度上面领先的 所谓的领先是 就是他们武器做的比较强 我讲坦白一点 有钱不有钱那都是相对的 那我们可以跟这些有力量的人 他们可以比较快了解我们 所以大家这个情况 这个是 为什么2030双鱼 双鱼政策 当然 这个问题 国家没有特别讲 你自己可能心中要有个底 我刚才已经讲到2000年 台南帮智库团 有想到这个策略 那你既然听到台南帮 你就会想到一些色彩的问题 那其实 很明确的讲 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 去中清美的战略政策 也就是说 你讲的再多光明堂 但是现在 在前两个月嘛 我们都知道佩洛西就飞来台湾嘛 那为什么不是 比如李克强飞来台湾 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子 意思就是说 双鱼政策其实是在语言上 你说弱化的中文嘛 这是有人提出来的 甚至我们不是都说国文课 中文课连大学拼老师都要双鱼嘛 当然他另外也要有他的想法 但是他为什么就这样子讲 独尊英文呢 那当然显然就是 有他的 他的我们讲的 伙伴关系的考量 就跟我们的新南相一样 他 他不想把全部的鸡蛋放在对岸 他要多多益山 特别要去抱正确的大腿 所以这也是你看到目前台湾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情况是 我们讲说建树也要建零 所以你就要了解一下到底 这个政策 讲的那个一些人在想什么 所以 这个也是开启你去思考说 OK那我今天要双鱼 那到底以个别的个体来讲 我自己怎么想 那环境为什么那么多时间 你可能就会有 慢慢的思考一下 你就有个眉目了 我想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低段的部分 那我个人是觉得 双鱼对台湾的 教育的体制的反思很好 因为 他 我们现在讲说跨领域 那其实 以英文进来 非英文的课 他某程度其实在帮助英文课 英文课都在干嘛 我们的英文课其实 很多都是在 为考试做准备的 早期的读跟写 我们要背单字 搞懂文法 写些短文 到最近这十年 二十年 就是国家开始考试要考听力 可是他还是没有考到所 所以变成是我们的学生 是被训练用来 学英文是用来考试 所以到真正的外国人 一句话都讲得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双鱼 这时候到别科来 除了扩大他的 英文学习的想象之外 他另外也是 会回到一个 我们大家讲的点范选择 就是如果你把他 这个事情想清楚 你会发现 其实 学科老师 可以用适当的口说 去解决我们教育长期的一个问题 就是只中考试 而不中应用 当然考试也是应用的一种 但是说 考试终究是可预期的 那可能就是三年后那一次 或者是平时的段期考等等 可是我讲的应用性的广度深度是说 你可能 在这样的状况下 你可能思考在平常 以长期的应用来讲 然后国内外接行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能我看到双语对教育端的一个机会点 大概是这个情况 这部分有点 偏专业双语教学 所以大概我这边就 不用特别讲 看一下 我应该有个Question 2 我看这边还是简单的带一下 就是说OK 如果说双语 今天在 在 我们的目的上 大家有一些一定的想法 然后可能以口说为一个 学科可以做的 那就会遇到一个 那庄语上课的时候 其实各位如果到时候要去大学教啊 其实就是叫EMI 这边写的EMI 可是目前 比如说你要用全英文把你的科目上好 其实这个在国际的趋势也是这样 很多国际学校 比如说 科技学校 我讲的不是大学研究所 就是说 科技学校 国际的 大家找工作的时候 都 一言来 你有这个能力 然后去 上你想上的 它都 没有竞争力 当然以中等学校以下的 就是说 它可能有很多的教学的策略 然后用它本科的一些理论架构 然后去产出双语教学 这部分国内人比较少在谈 是 只有我 我可以想出这个东西 去谈 那当然 因为我有出书 所以 大概是这个情况 不过讲快一点 就是 双语教学其实最后是 它是一个怎么讲 它不是说你觉得它重要 你做就会出来 而是 它要回到一个学习现场 因为我们都知道学生其实 呃 落差很大 所以也有人用那个屏幕差距说 它会扩大 弱势的 跟那种 他们的想像是英文好人 加力就比较好 所以这会 这会差 把那个文化 语言什么资本再拉更大 所以老师在上的时候也有一个 他早期搞不好讨英文 所以他决定念离课嘛 结果还是要念到英文 那现在要双语 简单来讲就是其实双语 他到后面都会遇到一个 无论你自己准备的好不好 学生能不能接受 永远是个问题 所以他是一个 师生的一个双向互动的问题 所以你教任何课都是一样 你教任何科目不用双语 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变成里面的反思性很重要 老师的敏感度 因为老师有power 但是现在学生 他们会准备你 所以双语进来 双语双向变很重要 但另外一个双语的层次 就是我这边也来提 目前国内也比较少人来提 就是说 一定要考虑 语言跟文化的双向跟对等性 好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 哇 你可以秀英文很屌很厉害 但是这有点像说 狭阳自重 狭阳自重 我觉得这个心态很不好 比较好的心态应该是 互相的 对等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双语在教学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英文老师 应该说很多双语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他黑板上有操板的英文 他讲了很多的英文 他努力地教国外的东西给你人吃 Well that's fine 如果学会能吸收的话 我扩大你的一些经验 但是我觉得双语另外一个层次是 你应该把自己好的东西 用对方懂的语言交给他 刚好这个是叫英文 所以比方说我自己上 像体育的课的时候 我除了去介绍国外的一些 运动的东西之外 我自己也会很努力的叫学生 把自己好的东西 比如说武术嘛 Martial Arts 李小龙的东西啊 就介绍给国外人知道 也就是这时候你用英文 你不是要学人家的 而是你要把自己好的东西 叫给人家 就像我们在美国纽约 如果读书的时候 我在澳洲读书的时候 我们想煮个台式料理给对方 那种概念 我就说我让你知道我们的好 然后就互相嘛 你叫你的好的汉堡给我吃 我介绍我好吃的烧饼又聊给你吃 这个是相互的 所以语言设计 算语课程设计 我会考量到这个 不会一昧的靠过去 或他们要靠过来 这个部分我觉得蛮重要 我也认为这个是 第二部如果在推算语课程的时候 一定要一些本土化的东西 国际化 本土化 剧重的这个思维 好 现在回到我可能 前述的这些 现在回到一个可能跟我们 这个 因为我们大家都学会全 就是目前到底国内外双语科研 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你们 你们今天来听的人 有些人是在做双语 我觉得这是 大概也是如此 就是说 这是一个很好毕业的题目 因为除了期刊 一直有需求之外 有IDOL PEAR ONE的 都有很需要这种期刊 画文画的东西 永远让人家着迷 只是我们会用不同的方法 我们会找出不同的问题 然后用不同的方法把它解决 因为它总是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 人会因为 不了解而在一起 扯得有点远 目前是这样子 双语科研 国内目前 有在 有在陆续的产出 那国外的趋势 国外的趋势 特别在语言领域的上 也有不少 那我以我这个领域来看的话 我觉得有很有趣的地方 我这边就介绍个 这么一篇 这一篇是谈西班牙的一个 他们的个案研究教学 白灵国 其实我觉得这篇比较有趣的是 因为它 跟所有研究一样 就是它会在 在一个 这种 方向上 会产生很多 有时候是对立的发现 所以这篇基本上它在谈 当然 双语会不会对身体活动量造成影响 研究问题是问这个 那其实 身体活动量是体育课大家想象 就是说我今天要你来上体育课 我通常就希望你有 运动 你不要说属于什么技术 你光心跳率提高 要跑个几千步 有流汗 会喘 那我就觉得你达到一定的体育课要求 所以它的思维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双语进来 会不会对这个造成正向的 或负向的 他们相关性是什么 他问题就问这个 那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其实你用别科去问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今天双语进来 数学能力有没有影响 教学段 等等 会不会造成好或不好的影响 他问题就各个都问一样 所以你可以从这一篇来看 它是选择就是所谓的 一些关键字 它希望学生能达到 Moderate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就是 中等强度的 适当的 有点喘不太喘的 身理活动量 那它把定义都做这个 MVPA OK 那它用的教学模式就是用CLEAR Compton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就是所谓的双语教学模式 欧洲很流行 然后它就是去介入 所以其中一组就是用CLEAR模式 叫实验组 另外一个控制组就是正常的教学 就思维就是这样子 然后接着去 量子化的去开始去做 那它怎么做呢 它就让学生身上就放那个 可能季步器还是什么 它有讲我通通掉那个东西 会测量它的活动链 然后接着就施测个几周 那当你施测过程当中有教学的事实 所以它就叫 然后它有请那个 其中的participant是CLEAR teacher 就来教嘛 那在结果讲之前我就讲过 他们之前有另外一组团队做的研究 他们发现会影响 会所谓的阻碍 降低学生的实力活动量 之前有另外一组团队做出来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语言量用太多 导致学生运动时间下降 那这边就打点它嘛 这边打点它就说 没有 就这个你看 percentage of time possession spent on 这个MVPA 有用CLEAR的平均值 看到没有 General 这边35.15B Non-CLEAR的控制组的 明显的就高嘛 OK 大概都高了不少 boys and girls都有 它的仪器显示出来量是如此 很简单的研究 那它现在就要解释 这个result why is that so 前面解释说因为老师的 废话太多 哈哈哈哈 语言导向 那这边就跟你讲说 那这边就跟你讲说 因为他用了一个东西就做 Communicated teaching strategy 也就是说它这个什么 其中老师用的方式叫reforcing the message 分享这个讯息 through the complementary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channel 就是 我们讲说 可能 老师在双语教学的时候 学生提阿波 所以我就跟你用更多的posture gesture 或者是I contact 去说 you 之类的 之类的 non-verbal 逼手画脚 可以这样讲 这是一种他的策略 第二种老师就 adapting the language used to suit the student's level 看人说人话 看鬼话 依照学生的水准程度 去调整他的 这个instruction 甚至有时候用白零 我真的就白零 不是全英文 他可能看到这个学生听不懂 就换句话说 所以他认为这个是 会让学生搞懂 那 另外一个原因是 除了这个之外 可是这跟学生活动量 没什么关系 他的解释 另外一个是说 是因为学生 的注意力 为了要听懂老师的英文 这边有学生的那个 interview The teacher is playing something We we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OK 他就这样讲 如果 we don't pay attention then we w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play OK 所以变成老学要很专心 所以他的解释就是说 因为学生够专注 搞懂 搞懂 那才能做后续的生理活动 这是他去justify 去explain 为什么生理活动量 会很好 所以有趣来的 以我的专业来看 我会觉得说 this is interesting 我也不敢说ridiculous 因为 前面那一篇嘛 那篇谈的是 因为老师说太多 所以学生运动量 下降 OK 我要讲说 前面那一篇你们没看到 这篇你们有稍微看到 所以 看在这个叫什么 phelingophysical 看在一个不错的期刊 这个可能都Q2 Tier2以上的 甚至Q1 两篇都是好期刊 然后 当然以我专业来看 我就说 哼 这样也能上 那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代表目前科研 这方面的 gap 还十分的大 十分的大 我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其实 目前我的理解双语 科研上的 研究 大致上 会走review之外 就是 top it 大概就是做什么 dudent satisfaction possession toward 比如我 bilingual teachers 那个bilingual teaching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 类似像这一种 就是 有 实验 有case study 有准实验设计 或者是 这种 田野实际的观察 然后 等等的 或者是老师自己去 国内的目前也是有做 就是老师自己去 设计 用一些理论去设计 一些课程 然后看学生的语会量 双语 看他的智慧有没有进步 或是学习动机等等 这是一个我目前看到的 但它里面有很多细节 因为光这个teaching strategy 它就很多系可以玩 好 那你这边都是teaching strategy 好 你光有个multi fatality 可能又会做出一篇 那问题是你这篇你想要干嘛 它的 学书上的贡献 就变 要再去看paper去想 所以这是目前科研 国内外 我觉得 我觉得它是一个 如果你在 这个部分的话 另外在policy level也可以谈 因为跨国的双语政策比较也可以做 因为有的人一直在误解说 不好意思 就是因为时间是一个小时 我想就是 请问就是您 介不介意就是做结论 或让我们进入Q&A的时期 我一定要讲完了 我就要做结论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变成 变成它很多可以做 像政策面的 包含国家认同 这都可以做 所以它蛮多的素材可以做 所以结论就是前面讲的一些重点 就是 大家知道国家战略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现在自己要考虑 自己怎么样把它用来 当作自己的理器 然后因为双语 它毕竟如果牵得到教育场 它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科学跟艺术 所以典范的话自己要去搞清楚 然后因为我想今天听众们 大家都是人才 然后其实 我相信未来台湾的双语 到2030之前都一直有机会 只是说到一些细节政策来是 特别在女儿的部分 其实国家 国家目前像 像考进双语的老师 他本身是没有外语佳节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科研的部分 其实还有很多的缺口 跟议题方向 就很值得有智者 来研究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跟五点结论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谢谢以泽今天的演讲 那接下来就叫我们进入我们的Q&A时间 那请问有没有 这和听众有问题的呢 我这边有 就是有两 这边有两个问题是 听众在报名的时候提出的 那第一个问题 那如果 那我就先问这两个问题好了 那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有报名者提出说 如何面对城乡与贫富的差距 我觉得 这个就是从社会学来讲 就是 如果我是一个政策的制定者 我当然会希望把资源分配到弱势的 就一路均沾嘛 这是 我想这个是 不只在双鱼 很多很多的各科 还有包含很多基础建设 都是这样做嘛 比方说这边有马路 那我东部要不要有马路 那你也看到 这里面就变成说 这个我是觉得都 都是政府也在做的 因为现在其实 加上网路的这种部分 你现在 以台湾来讲 连岛它都有网路基地台 所以 现在又有线上了 所以它其实双鱼的部分 变成 资源上 便宜一台电脑 然后有私配给你 这又不是问题 它真的人才都可以派给你 我觉得这个是政策端 不是执行者都有在做 它企图去做这个 这是以结构面来讲 大家现在也知道答案就是这样子 可是问题还是回到一个 贫富差距 我本身 我家没有很有钱 我是中 我算公教人员 没有 我们家 还是个人的 庄宇上面的 投入的 行李 应该是想象 你给再多 没兴趣学 也没办法 所以 屏幕差距 台北 资源环境 师资都很好 英文烂的还是一堆 所以 某程度来讲 资源分配或平常差距 只是结构性看起来是个问题 它真正的问题还是回到 学者本身 它有没有打开它的天线 这个是我的答案 就是说你 你是用什么角度看这个 你应该要比较强调的是 就是 他们有没有办法去 打开那个天线 因为我们说有很多人是无视之痛 所以 关注的焦点 反而是 正侧面之外 有没有可能再多一些 更友善的环境 那更友善的环境 可能就不是光 光这种 我们讲说 你给它一台平衡的电脑 或者是 或者是失职的问题 它可能还有一些 一些其他的配套 其他的问题 包含那个可能 因为我知道有些就是 就是 执行面上 或者是说 学生 他就是没兴趣的话 你怎么去处理 所以他有一些刺激团体的问题 同才的 还有他自己的家庭的一些因素 那这个不是单一面上可以 可以考虑的 这是我以上目前想得到的答案 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报名者在报名的时候提出的问题是 虽然教育语言及相关领域的人 因为庶民大部分都还是 比较在意他自己每天的生活 比如说你说 你说那个菜奇亚 菜市场的摊贩 他 他 重不重视双语 他有手机嘛 可是他可能看的消息 不是我们在关心的东西 他的同温层跟我们的同温层不一样 所以如果说你 你要让这个双语 就是让大家觉得重视之外 应该是可以享受得到他的 甜美的过失 所以我是说双语政策 你宣传端我认为做蛮多的 因为你现在在台湾的街头 很多都是双语对照 大众的交通工具有多语 我们的COVID-19的宣传也有英文 所以我不认为在媒体界面 或者是政策的宣导 这部分是没有的 但很明确 全台湾都有在做 可是问题是 因为他没有办法让一般民众去用到双语 所以我是说 你如果问这个双语来看 算是打开让国际的人才 愿意到台湾的机会 因为我们的人才 应该说我们目前的人口 族群跟那种文化的分配 还是本土 就是我们讲的本省外省客家 那现在有一些新著名 可是我们英文系国家比较少 你真的要距离让大家更知道这个政策的必要性的话 就拿天母来讲 天母他本身就是一个 天母跟新区为什么被打造为双语的银行的示范地区 因为他那边就是有英文系国家的人士 那在这种状态下 有时候英文系国家 他可能在天母的菜市场买菜 他不会用东文 他只能用英文讲 那我们说双语政策不太了解 这些人他就要用 次大英文跟他互动 比手画脚要 那就要讲一点学 那这个就是我讲的everyday everyday must 这种状态之下你也不用宣导 他自己就要学 所以长期来看 双语政策 他除了我们现在做的宣导之外 另外还要配到说 那我们怎么样让人才进得来 英文系的 愿意来 然后他可以 在我们台湾的各地都生活 工作等等 那自然我们本来讲说 那些不大理解他的人 他发现他周围 虽然我去澳洲啊 你们在美国啊 周围 这边有印度人 这边有 反正就是非美国人 然后我们 都必须用同样的语言来沟通 那在台湾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用同样的语言沟通 是叫中文 可是像说多一个 第二种语言叫英文 然后他就 我们就变成必须 那个叫affordance 因为外国人进得来多 现在叫观光客 可是万一未来是长期定居的 那就会变成一个 我们就拿过去 台湾讲闽南话多 后来内战撤退进来 中文 国语变成 要这样讲 那就会mingle 那现在双语也是如此 所以政策端倪 缺乱太多 都只是表象 实相是 人进来 他在那边生活 我们自然 就会了解双语的必要性 这才是完 这才是 可以走得比较久的方式 那当然另外我要附带讲 就是说 当然这个过程需要等待了 然后另外呢 在这个等待过程当中 我们的双语在云的技巧 表达 表达 俱方发音 用词潜质 是 会不免的 会跑出台湾式的 英文或双语 我跟国内的几个 双语发展 会 势必要走出一条 跟新加坡 跟欧洲 西班牙 或是 许多地区 实现双语 不一样的自己的文化风景的方向 对 以上 好谢谢 那请问在场的听众 有没有人有任何问题 想要发问的呢 有想到的话 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 像讲这发问 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 呃 我们先结束录影